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热浪发生的地点是在美国 为什么它的意义很重大 因为美国是过去全世界这几十年来 对于到底有没有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最不相信的国家 美国大概有一半的民意跟科学家都认为暖化是一场邪说 在Al Gore 高尔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正面临全面的游说说 高尔仍然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人 那么美国呢比起欧洲大多数的国家 比起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最不接受全球暖化的事实 而这一次依据新的民意调查 热浪整个袭击了美国 当热浪袭准了美国人 给美国人带来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刻 美国第一次民调高过了50% 大多数的民众相信了至少气候变迁跟暖化 他们认为他们真的要面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 来看另外一个是日本 日本呢这个礼拜正式出了关于当时工程大海啸的报告 这个报告显示出来呢 工程大海啸其实有那么严重的 包括辅导核能危机 海啸无法避免 但是辅导核能危机会变成如此严重 是人为的因素 什么是人为因素呢 就是中央太极的想要解决问题 但是不得其法 结果决策系统混乱 各种应该判断的时刻没有判断好 该掌握的先机没有掌握好 导致了辅导核能危机完全不可控制 最新有一个不幸的消息 辅导有100名的儿童已经被测试出来 他们的体内是有非常高量的放射性的色 不知道当地的孩子将来能否健康的长大 他们可以存活多久 而日本由于这个夏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热 日本现在连北海道都是三十几度 很多台湾人跑到北海道去 以为它去避暑 没想到跑到一个跟台湾一样热 甚至比台湾前一阵子还要热的一个地方 那么日本因此从7月1号 又启动了一个新的核电厂 日本的反核声浪 现在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场声浪 从傍晚到黑夜 不停歇的私服呐喊 示威群众呛响的对象是他 从首相关底沿路到国会大厦 再到政府部门戴名词的辖关 数以万计的示威者 淹没了这条将近一公里长的官厅阶 吃惊 惧怕 不解 因为日本人就在一年三个月前 才遭遇一场近乎毁灭性的世纪大灾难 当大自然旨意要反扑时 渺小的人类如何抵抗呢 但是福岛核灾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天灾吗 日本国会福岛核灾调查小组 在7月5号公布一份真相报告 641页后到可以当状态的报告书 重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福岛核灾根本是一场人祸 而且还是Made in Japan 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人祸 报告抨击核灾第二天一早就搭直升机 飞奔核场视察的前首相兼职人 过度介入救灾工作 导致整个调度更加的混乱 连个核场人员是否全员撤手 政府与东电的说法都是自相矛盾抵触 就算没有讲出全员撤手 但是这位前东电社长清水正小 核灾发生之后立刻神隐了两个礼拜 说是高血压去住院了 国会真相报告批评东电 只知谋利赚钱 却没有拟定完善的防灾措施与对策 才会一再措施救灾良机 真相报告出炉了 但是福岛核灾不是过去式 它是一场现在进行式 更是未来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 这里是栗木县的日光市 日光有名的不只是东照宫 还有这座中禅四湖 它从明治时代开始就是胡钓尊鱼的胜地 甚至吸引西方游客前来 每年四月开始 中禅四湖便会涌进大批的钓客 但是今年它胡钓尊鱼胜地的招牌却动摇了 原因不难猜得到 就是福岛核灾 311一周年中禅四湖的钓鱼被检验出 放射性色寒量超标 是去年五月的将近四倍 迫使众所期待的胡钓尊鱼季节延期 胡钓尊鱼季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中禅四湖 但是鱼协确严格规定 钓客钓到的鱼一条都不能带走 还加派人员检查钓客的冰箱与工具箱 这让钓客觉得十分扫兴 虽然对游客感到抱歉 但是如此滴水不漏的严格把关 是为了中禅四湖的永续将来 中禅四湖渔越协会 目前打算向东电索赔 东电为了福岛核灾的善后与赔偿 交头烂额 而关西电力似乎没有记取东电的教训 民众的抗争抵挡不了 大饭河场三号反应炉在7月1号重新启动 大饭河场位于福井县的大饭亭 与福井县交界的则有京都府 与资赫县 供应金板神民生用水的琵琶湖就在资赫县境内 这里是京都府的武鹤市 武鹤市绝大多数的土地都在大饭河场半径30公里的范围内 住在这个范围里的武鹤市居民总共6万3千人 占全部人口的70% 如果再来一场311这些人要往何处逃呢 当河场附近的居民紧张忧心之际 大饭河场三号机已经在四号开始供电 并且在八号完全运转 代表着关系电力供电区内的民众 用电吃紧的情况可以稍稍缓和 当习惯电力带来的便利之后 没有电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更何况是在酷热的炎下呢 所以短短55天 日本的无和夏天就宣告破局了 因为要顾及生活的舒适与经济的发展 人性的贪念再度战胜 附近的居民也只能祈祷 未来不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